我们今晚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妈咪 我是Madame Leong 今晚我们要分享妈咪 她是穿的Oroa Pen 有什么改善 什么问题 是怎样接触到我们的Oroa Pen 妈咪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是怎样去接触到这个Oroa Pen 我是在2019年的9月尾 因为我那时候身体不是很OK 就很弹就是腰酸背痛 然后那个脚就走路都没有力 然后看了很多医生也不好 然后我孩子看到我这个情形 她就问她的朋友 她朋友就介绍那个Beggy 说叫我儿子买那个Oroa Pen给我穿 然后妈咪啊 所以现在你用了这个产品过后 那你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有什么感觉 我第一天穿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拿到这个裤子的时候 我是不会穿的 所以Beggy她教我怎么穿这个裤子 穿了之后 因为我之前是我是蹲下去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站起来的 后来Beggy就讲 Auntie啊她讲 你是给我站起来看一下 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可以一下子直接就站起来 Beggy都给我下来一跳 哇 哇 这真好啊 过后就是因为我觉得穿 可能很多朋友就像我这个情形 就是觉得穿那个裤很难穿很麻烦 就是我穿了第一次跟第二次之后 我就穿的时候很麻烦 我就没有穿了 我就把它收起来 后来Beggy就问我 她是一个星期之后 她就问我Auntie啊 她讲 你穿了那个裤子后 有感觉到怎么样啊 有没有改善啊 我听了我都自己心里都下来一套 我讲糟糕了 我都没有穿 我怎样去打它呢 后来我跟她讲 我还没有开始穿 后来想一想 是哦 那裤子是有点贵哦 而且我讲 还是我孩子买给我穿的是她的一片笑心 我讲如果我不穿 是不是很辜负她的一片笑心 所以那时候我想到我应该要拿来穿 我就开始穿 就是十月 应该是十月头那时候我才穿了 十月头穿 穿了就 就是 然后你这样子 ok 所以你穿了一个星期这样子 你有什么感觉 然后一天之后你穿大概多少个小时 这样子啊 我刚开始穿的时候是 就是说 每天晚上睡觉才穿啊 就是天亮之后 我就拿去洗 然后白天晚上我又穿这样 就是说穿了之后 第一个晚上还不太觉得 第二个晚上就是感觉到 第二个晚上跟第三个晚上那个脚 因为我的问题就是 我的大腿 左边的大腿那个关节那边是上次曾经拉伤过是 就是 就是穿了之后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脚就很酸痛 整个晚上睡不着 我这两天就是这样 我还跟我儿子讲 我的脚痛了 要命 我脚穿了不好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 我儿子就提醒我 那时候 Becky有跟我讲 她讲 Auntie你要有心你准备哦 她讲你穿了那个裤 可能你脚会很痛 因为她讲她穿了之后 都痛了一个星期太好 所以我想想也是哦 到了第三天晚上就 她的痛就没有这样严重 就比较 比较减少改善了啦 不过后来我穿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改变我的穿法 我就是 一天穿24个小时 然后我隔天就洗 然后再隔天穿 我就是这样子穿啦 然后我感觉到是我的 左腿的 左边的脚 就是一直感觉到好像呢 有东西在我的脚那边爬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 呃 就算我白天没有穿那个裤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到我背后 因为我背后上次也是有拉伤过 就是 有受伤的地方 都会感觉到一阵一阵发热啦 嗯 ok 呃 so你这样子啦 你在用了产品 就是你用了这样 这样 就 你看到效果啦 就 看到 它的效果 就 你 诶 你 你这用的产品 都会 多 这样 差不多一个星期里面那 你又有那个感 一个星期里面就有这样的感觉了 有很大的改善了 啊 然后就是说我的 啊 又 又小腿就是每次睡觉的时候 就很 半夜的时候 会很会 偷惊啦 然后是 啊 这个问题也是有改善的啦 嗯 so 很好耶 哈哈哈 有改善到妈咪的 身体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我 因为我上次我的腰骨有拉伤过 就是说我的 那个脊椎裤有跑位过 然后那时候我是有叫人家 推推拿 弄好了 可是就是一个后遇症是 我拿东西不可以拿中 然后如果是说我拿中要两个手拿到 两边都是要balance那个重量 我的 那个 那个 腰椎还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就是有一种好像缩电的感觉啊 就是开始冲啦 所以我每次我扫地 扫完虽然我都 我住在这边的客厅都不是很大 可是我每次扫完地之后是 我就是那个腰骨很痛 我就是那个腰 没有办法治起来啊 嗯 不过我穿了这个裤之后就改善了啦 嗯 所以也是很谢谢Becky啦 也是介绍这个 Orora Pen给我的 给我 然后就是我 买给我母亲咯 也是要很谢谢她 要不然就是感受不到我母亲这样子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 她这个裤也是改善到我的睡眠的问题啊 因为我以前每次睡觉晚上的品质都不好就是 不是说很能够说真正六睡 然后一睡下去就很会发噩梦 嗯 然后就是说 发噩梦 我不懂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啦 就是我发噩梦之后是 我醒来 我再摧毁去是 我就会又接着那个梦做下去这样 所以到现在的情形就是 我这个情形已经改善了 我现在睡觉就是很容易 一睡下去就六睡而久 所以我半夜醒来也不会说发梦这样子啦 嗯 这样 算了那个睡眠的品质啊 这样不会有 这样 睡眠不好啊 这样子咯 嗯 很好 So 你还有什么 现在 然后我们分享就是到这边 然后你有什么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生了我那个孩子之后 我的肚皮上那个楞腾纹啊 就很严重 就是 人家都是好像 植物色这样的 我都是那种 好像会黑色的 然后它的纹路就很 很明显这样啦 所以差不多已经跟了我三十多年了了 我穿了这个裤半年多 我就发现到我肚皮上呢 那个楞腾纹啊 那个黑的 那个颜色啊 都退了 现在是整个肚皮就是变回白色了 变回原来的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真的是 以前我孩子还笑我 我这个儿子啦 他每次笑我 这个妈咪的肚子这么恐怖的 他就好像那个密封窝 你想想有多么恐怖 哈哈哈 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 我现在 因为我曾经说 脚每次会发软 就走路每次会跌倒啦 因为我2019年 一年里面 我就在 Inanam这边 巴萨或者是 过马路啊 还是去买菜 那个菜市场 我就曾经跌倒了四次 最严重的意思就是 在过马路的时候 跌到马路中间 不过好在是那些驾车的人 看到我跌到马路中间 他们就从我身后面驾过去啦 然后是 因为那时候我看了医生 有讲到我的骨子疏松很严重啦 所以我跌倒的时候 我整个脚麻去 我以为我的那个脚骨会 会跌伤还是怎样 好在就是 我起来的时候还可以走回家啦 不过以前我是每次走回家 是我上下楼梯就很辛苦 就是没有力上楼梯啊 每次走了一半我就 要停住那边休息 然后我才能够上到 因为我的家是在一楼 所以我现在是 所以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啦 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啦 tester